你好 现在 我来宣布代表松柏道馆 参加道馆挑战赛的选手名单 经过昨天的馆内选拔赛 参赛的男子选手是 胡一峰 胡一峰 又有好业训练 若白 而女子选手 虽然昨天的比赛 百草最终战胜了秀卿 但是综合考虑她们的表现和实力 最终决定 由秀卿出赛 太棒了 太棒了姐 你听到没有 是你呀 是你呀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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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是我赢了 为什么不让我参赛 你觉得呢 如果比赛前就内定是修行师姐的话 为什么还要让所有人参加管内选拔赛 不是说好了 比赛胜出者就可以代表松百大管出赛的吗 昨天明明是我赢了 难道不是你听过虽然不胜出 但是是我吗 我没有偷袭修行师姐 当时我已经没有力气了 眼前一片模糊 什么都看不清楚 我根本就不知道她在分身 我只是凭本能去进攻 而且当时你已经喊出继续比赛的口令了 就算是我看出了她在分身 我也会继续进攻的 比赛就是比赛 分身是她的失误不是我的 如果你因为这个 就取消我参加大关挑战赛的资格 我不服气 当时他们都说你在分身 你为什么要分身 明明比赛还在进行你 为什么要分身 我不是看不起我 觉得我要败了是吗 可是若白师兄当时已经喊出继续比赛的口令了 所以无论如何 你就是败给我了 我闭嘴 够了 你的胜利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代表松柏参加道馆挑战赛 秀卿逼你合适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去参加 就输定了 几场比赛看下来 你的动作单一 简单 在道馆挑战赛中 只靠蛮力会输得一败多点 可是 我只是缺乏比赛的经验 我会努力的 这次是我第一次参加真实的比赛 还有两周的时间 我还有尽头的空间 虽然修行师姐的实力比我强 但是我会努力训练的 两周后的赛场上 也许 也许 其实是那样的打法 我也赢了啊 我也赢了啊 这次的机会 对我来说 真的很重要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给我这样的一次机会 准备 林政 敬礼 准备 开始 我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真正的原武道吧 我要证明我的能力 怎么这么快 我根本看不清他怎么出腿 白桃 小草草好可怜哪 有点血了 有点血了 对不起啊 让你受伤了 只不过如果你要参加比赛的话 别人也不会像我一样 会脚下留情的 所以若白不让你参加 也是为你好 雷正 大师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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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百草怎么没来 若白师兄 那个 那个 白草她受了好重的伤 她原本想要坚持来的 是我非让她在家休息休息的 如果一点小伤心不能坚持 那以后也别来了 嗯 好了 一对一开始训练 哎呀 你别走啊 你去哪儿了 大师兄 因为失败了一次 就准备放弃了 训练也不来了 你 金八草 你觉得你这样 还能算得上是一个 远舞道的选手吗 你口口声声说 为了见你师傅 要参加道观挑战赛 你只不过失败了一次而已 就承受不起了 对不起师傅 我没能参加道观挑战赛 对 你是对不起你师傅 不是因为你参加不了比赛 而是因为你被一次失败打倒 我相信曲师傅 她想看到的是一个不断进步 实力过人的奇拜草 而不是现在这个 因为参加不了 又放弃练习的你 我没有要放弃 我只是 只是觉得 我也许并没有什么潜力和天赋 昨天 廷一前辈好像能够看出我每一个进攻的意图 而我到了最后 甚至连廷一前辈在哪儿都搞不清楚 就像你说的 只会靠蛮力 没错 我是说过 只靠蛮力是不行 可是没有力量也不行 对于一个元武道的选手来说 身体的力量是最基本的素质 什么是KO取胜 KO 就是指 当一方将另一方击倒时 使之在十秒之内无法继续参加比赛 这样 无论双方之前的比分如何 被击倒者 都会被判定输掉这场比赛 那为什么会在正式比赛中出现KO 不过 元武道最初不仅是像强身舰体的运动 而且在格斗和自卫中也有着很大的威力 可是随着元武道成为竞赛项目 只要踢中对方有效部位就能得分 于是越来越多的选手开始忽略力量 只注意技巧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 元武道将沦落为花拳秀腿的表演 失去它真正的意义 所以才会有KO规则的出现 这个规则的目击 你就是要告诉所有的选手 只有具备能击倒对手的力量 才是真正的胜质 所以说 师父之前虽然不能教我练元武道 但是一直让我坚持练习基本功 力量是你的强项 也是因为你的师父 你才能练成这样的力量 赢我一次失败 你就要放弃吗 你自己好好想想 你对得起你师父吗 你对得起你自己吗 你要是这样 不如趁早离开松板 不如趁早离开松板 就你们三个 那白草她身体还是有点不舒服 刚刚吃了药 睡觉不去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对不起 白草你来啦 我还盯着你又不是要跑哪去了呢 那个要很尖笑啊 这么快就好了 好了 训练 是 你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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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我 靠我